Hello 大家好,Ray1です 再过不久,大概是悟空日啦 也是5月9号过后 这个热闹悟空传就会加开一个关卡啦 也就是GT片 到时候就会打GT片的悟空啦 大概是从小悟空,然后超赛 超二,超三,大猩猩 然后变成超四,最后进全力超四 如果要给它8个形态的话 可能最后就是打超异星龙 使用元气弹的时候 这样8个形态这样子啦 可能啦 不过到时候的关卡 绝对是会比现在的热闹悟空传来之强吧 不管怎么想 毕竟已经是时隔两年了 毕竟这个悟空传最初推出是2019年的悟空日 然后到现在是2021了 已经两年了 以关卡更新来说难度是绝对会上升的 而且在这个悟空传来说 我们可以使用到四个道具 我觉得官方应该会把这个考量在内 这一次嘛就是要来当作备战啦 首先就是挑选一队啦 我觉得必定能够胜利的队 我们在不管任何任务的前提下啦 规划气功队应该是最理想的了 不管怎么说 都是够强够硬啊 这一队 三周年的两张 然后这个利双人 超市悟空 然后再加上一个普助这样子 嗯 到时候嘛 绝对就是说 supported item是可以带的 就靠supported item来保最后的普助角色这样子 那么这一轮就稍微来尝试一下 以无道具来通关 本身带有三颗仙斗的队伍 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足够的大力啊 Let's go 试试看一下 而且悟空传我打到现在 其实我也是 还没尝试过 不带任何道具的情况下来通关 对我个人而言也算是蛮有挑战的 超市悟空本身我会带主要就是 它有一个 只要开必杀 只要开必杀的话 就有超大幅提升防御力啊 还有就是 被动上面 诶 中确力无效化 敌方的必杀技啦 中确力无效化 能够扛得起伤害 又能够 又能够反击必杀 综合以上的点来说 算是非常有用的啦 所以我就跟它带着来 因为战斗力也是不错 也是不错 不错高 完全没有问题 再加上队伍有三个先斗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反正超市悟空就是把第三顺位 然后顺着走 毕竟 毕竟 现在目前我们只可以 遗想它的那个难度啦 我就想 如果它的难度是超高 超高难度的话 那么我们要通关也 不是那么的容易 就必须要想一些其它的方法 那样子 毕竟跟这个三周年的那个 不管是体双人也好 脂双人都好 连接都算是还不错啦 像对体双人来说 就可以连到六条连接 而脂双人可以连到五条 整体来说还不错 又能够回血 然后又有基础战斗力 防御力也是相当的高啊 没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那前提就是 我们队伍需要满足所有的条件 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们可以开到招 就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然后悟空 超市悟空嘛 就把它摆在第三顺位 慢慢地去转好啦 然后那一只普助嘛 我会带 再来一个原因 也就是 它本身有一个 大幅度 大幅度 大幅度的攻防加成啦 虽然说只有一回合 但是只要可以把它的 攻防能力拉上来 那就OK了 主要主要还是它的防御力 攻击力是不怎么去看它的 完全没有伤害 好惨 不过防御力拉上来 就是难的 本身六万的防御 一个大幅上升 感觉有点不够耶 如果只是单纯的大幅上升 它需要触发攻击 才能再把它的攻防拉上来 欸 还行 整体来说是还行的 只是需要给它一些时间罢了 可是按照目前的队友来说 它触招的机会有点小啊 尤其是把它摆在第三孙位 那个 利物范 应该是要被KO了吧 391万 体装人真的是相当的猛 哦 三周年两个Combi真的是 十字精致啊 现在已经六周年了 它们 依然的强 欸 14万 16万 没什么好说的啦 就是强 如此的强大 可见一般 只是讲 树木范 树木范这边的超臂 有点难开到啦 哇 老实说 想要让树木范去扛完所有的伤害 如果没有给它一点 疊攻 疊防御的条件的话 还蛮难的 你看 现在的情况就是 在打到超三 我的血量就被打掉了蛮多 尤其是联中两 前面两发毕萨都是开在乌范身上 虽然说乌范是很难扛啦 但是 在把它的防御力叠上来之前 它还是 嗯 有点微妙啊 因为它本身的防御力是偏低的 有点有点麻烦 可以开 好 超比一下右 护红这边其实就很简单 只要是 可以开到早就好 超市护红就不太需要去管它那么多了 然后我本身这个 这个树木范 我个人是 比较推崇它的 会心 可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联机 好像也蛮重要的 因为我在想说 它的防御力其实叠很快 只要给它出到 登塔两三次了 防御力基本上就可以 破个 接近二十万了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有点不是太理想 下一轮就要合体了 糟糕 一合体 知双人合体的话 嗯 客人是比较希望是 浪体双人合体 但是知双人合体 连接就会少掉一条 跟乌范的对接 OK 看一下 欸还是有五条 哦 还行还行 还是有五条 合哨人 龟块气功 超级战 零战 传说之力 不过这一边剩下零战 如果是原本的话 OK 好像也是差不多 同样是五条 同样是五条 还可以 还在接受范围内 草毕萨是一定要有的 哦 这边同样 其实在这一边 要让 知双人上去扛是最好的 可以反击 不过 因为我需要让 乌范把防御力给疊上来 所以就暂时这么安排 这一场的话 我是没有带到任何的 道具 所以也就只能应免过去啦 哈哈 嘿 438万 不过 以知双人现在的情况下 150%的攻防加成 比前期多了 30%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在一般的热豆工专来说 绝对是扛得住啦 而且我还有先兜 这边的话 我来看一下 30万防御力有了 我这一位就偏低 才13万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这个 只有一万三 然后工防也是只有一万的 输在这一边吧 我需要的是超必杀 好 然后这边 啊 开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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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比赛也没 不过没关系啦 反正 后两位应该是 大致上来说是安全的啦 啊 DT悟空 偏等 DT的悟空 赚 我觉得 最难搞的到时候 应该会是 他的权力超失误吧 多数会以那个技术来 来登场 像 这个 现在我们目前打着的悟空传 他的急悟空就是按照 直属的那张来 给属性 在最后的形态的情况下 所以我个人预测 就是讲 他 GT片的 可能就是技术作为最终大Boss 就让 乌饭 这支超强的 防御力超顶的 乌饭 在最后一分的 比较难受一点 如果防御力没有很好的 跌上去的话 可能会 不太理想就是了 不过以乌饭的程度来说 看轻轻松松 跌的2万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 23万 还是跌的不够高啊 就让他继续跌下去好了 才跌到23万吧 才跌到23万吧 到目前为止 整体来说有点慢啊 都打到蓝神这边了 而Organize 2连击 非常棒 这样的话 应该是快要突破30万啦 2.8的话 看这队的主轴 大概就是在 树勿范的防御面 只要他扛得住伤害 其他的都好说 不过这一队 两粒仙斗 再加上半颗仙斗 两颗半的仙斗 怎么想都是可以的吧 无敌啊 血量又够高 52万 没怎么好说的 然后基础的L奥 每一支都是破300万的战力 可以了可以了 想要输都很难 输的可能性 基本上就是0啦 不过这一边我觉得 就有一点点危险 又是了 物贩的防御力 是非常足够 但是 其他 其他队友就 有点不给力 是不是 尤其是最后一位的 这个 超赛 超赛 超赛物贩那边 可能会卡死 不过暂时就不管他了 先走先 后面三招 后面打三下 这一轮太分散了 这一轮的 出赵物贩 要570万 可以的话 尽量把它给干挂掉 因为后尾有两个 比较不确定因素 这一轮的节奏感觉 掌握到 不是太好意想 噢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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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违逼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你要撑这伤害就好了 噢这边的话就 完全热胜 都看不可能会开 但是 没太大的问题 哈 真的是导坑我的 哈哈 那拿吧 不过最后还是让 让其中一张合体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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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原本的期望值就是 不让任何一张变身卡 合体卡 来合体 结果还是做不到 其实让利爽人来扛一条路 跟支双人走一起的话 可能会更理想吧 我目前 我打算把主力当作 以这个束缚犯来当作主力 防御主力 因为 利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合体层超赛Vegeto之后 防御力偏弱 这是 没办法的 它攻击力太猛了 哈哈哈 然后 集系那边的话 我个人特别看好的 就是 就是那个新的 那个利爐的将军 金属利爐的将军 因为只要遇到GT Hero的角色 它就有 它就有 它别的 它就一定可以开到 全属性效果发群 它任何攻击 算是对 龙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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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接近500万 可以了 然后 之后 我們把GT片的時候 就算開幕了 我們到時候帶這四個刀機 可能兩個減傷 一個減傷 一個回血 兩個加攻 跟補防 大概是這麽個帶法吧 大概可以蠻輕鬆的突破了 除非它的難度真的是爆表啦 那就沒辦法 如果難度是 以悟空鑽按百分點來提升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的 當然啦 就是它的必殺威力 還是不要太過誇張啦 差不多可能 強敵賽亞人 龍族歷史那個強敵賽亞人 那一個等級的話 我覺得就差不多啦 比較剛好一點 要不然的話 你真的是會想要吐血 難度太高 我根本就是會讓人絕望啊 最後的超賽部分 就是這一關的最大落點了 好像說整個龜派巨風龜 強角特別多 可是有時候選到最後 我真的不知道要選誰好 太多角色可以選啊 這隻悟飯嘛 那個超賽悟飯 這是普助 原本是不想帶的 可是真的是選到最後 我真的不知道要按誰上去的 可是我放那個 五千老師 那個龜津人啊 六周年 六周年剛剛 推出那張免費龜津人 其實也是不錯 給我們的隊伍 多一個復活的條件 可是因為我的隊伍內 這樣整體安排下來 完全不夠三名龜津人 龜津人 龜津人 也就是不錯特別安排去的 這就是 很多 很多難點 阿靠 開不到必殺的體霜人 來這個 真的是全靠悟飯在打 我煩你一定不行就不行了 相當麻煩 相當麻煩 可能要安排那個轉租角色 如果有GT悟空的話 我就很好打 把那個GT悟空擺在第三順位 讓他負責轉租 以及他有相當不錯的輸出 應該說 比現在這些我場上的L奧 來說 他們的戰鬥力反而更強 帶死GT悟空的戰鬥力感更強 可惜沒有抽到 反正都已經出 最終階段了 來 直接請他一個 好 好 這一回合 就直接 把悟空給反擊到死了 17萬的防禦力 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這樣子 雖然說都沒有超必殺 但是就靠北激動反擊 撞死他 可以了 沒太大問題 沒有灰星的話 才打2萬多 這就是沒有降防的問題 如果這邊是有給悟空降防的話 那麼就會好打很多 出現問題了 沒有降防的角色在這個隊伍內 只能靠硬打 只要不觸發 不觸發該有的灰星 打不起傷害 哈哈 這個就有一點假的 不過 好友的 物販還是非常給力 彩星就是彩星 竟然 68萬罵了 沒有降到防禦力的話 這個急右孔還真的是偏硬啊 不過 再怎麼硬 應該是 靠北激動 我還想說 這一輪直接給他掛掉 那一次 還是被散 突然連殼藥都不動 最後一滴 還是死不去 實在是有能 實在是能扛啊 謝謝 好 這一回合 整那樣都該要過了吧 563萬 這一邊才是好友的 像剛才那一場是我的魚的 只開了一路 差別真大 162萬 這堆整體這樣打下來 無道具 雖然說打得不是很快啦 但是可以接受的 還不錯 18分鐘 滿滿的 呵呵呵 嗯 合體也沒合 也就是 雙人合到 其實這個利雙人是有機會合啦 但是沒讓他合 主要就是 合體過後 我是以GT片來做意想 合體之後 防禦力偏低 又沒有 在我沒有帶道具的情況下 是偏危險的 如果是進入 可能正式打的時候 帶著道具 減傷道具的話 讓他變身 然後以超大威力反擊 那麼就可以 很好的通關 因為最終利雙人的反擊 莫名的高 真的是比其他的反擊角色 打出來的傷害高很多 有點太過overpower了 不過真的是很強就是了啦 好 這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じゃあ またね